好,那我们再聊一聊这个美国大选的事情 现在海内外大家都在关注这个大选 现在主要就是民主党这边是拜登 民主党这边是拜登 共和党这边是川普 那您看好哪一个人 我觉得呢,现在美国出了这么大的问题 他们要需要一个总统有行动的 不是说他们,老百姓啊 他们希望一个总统是有行动的 那个拜登是没有行动啊,这个人 你看到他,话都不讲多 行动就说不出,没有一套计划出来 人家这个川普起码每天对记者 每天说我做这个,我做那个夜苗也做 药也做,是不是经济也在想办法 美国人是一个有破裂的年轻的一个国家 他们是要看到有行动 怎么改变现状,不是等着在这里 所以民主党这次呢,基本上是比较被动 不主动,所以我觉得老百姓不会看好 我大概看70%的机会是川普赢的 川普赢的,他现在很可怜的 美国现在经济受了很严重的打击 这次非常严重,他自己基本上恢复了 恢复到疫情之前已经了不起了 已经是空前最好的经济了,历史上 所以我估计他有能力,他有这个能力 也不是这么难,美国有财力嘛 他印钞票嘛,全世界只有他有权印比金 他如果连任的话,他接下来会对香港啊 台湾啊中国人分别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呢,他是,他跟蓬佩奥跟副总统 潘斯,他们都是要消灭共产党 共产党不单是对我们中国人的问题 对全世界的一种不安全,军事上不安全 那么这次搞一搞这个病毒 已经把全世界搞得,这个真的是破产了 全世界都破产了,只不过不写出来嘛 那么所以不把中共灭掉 他全世界没有安全感 所以他的决心比我们还要大 也有能力,真的,我觉得如果是那个 想中国好的话,要消灭共产党的话 他们应该多写一点信 你们不要以为写信不重要 写给议员也好,写给总统也好 多写点信,这个意见很重要 尤其是呢,他们从中国的选民当中收到这个信 他们的看法,因为他们美国人根本不了解中共 如果从中国的选民当中,华人选民当中拿到这个信 他很重视的,他会做的 我在华盛顿很多艺人开会 他们都说,问我有什么good idea 怎么对付中共 他们其实我们比他了解的多 我们活在这个前往之下 所以如果你们从大陆出来的人 都是比了解中共非常清楚 你们要给意见给他 他会用你的意见 你不要以为一把声音不重要 美国就是一个民主,就是老百姓 而且你说的有道理,他就在议会上用你的idea 真的是这样子的,不是说那个中共那个假的 美国是真的民主 但是有很多的华人,他虽然是生活在海外国内 但他其实的信息来源主要都是从微信的公众号上 这个就是感觉很可悲 因为他不是从美国主流社会上获取信息 美国的政府他已经理解到这种问题 所以他一定要切断微信 不可以不切断 微信也好,TikTok也好,Wawei也好 一定要把它切断 他中共透过他们自己也直接在拿信息 个人的信息 他也透过几家Facebook、Twitter、Google 还有微软 也在帮他们一起在收集个人的信息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如果他可以知道你个人 你的手机 如果了解你的手机的人 比你自己了解你自己还要多 是不是 他们有记录 也不是线控 你每天做的事情 你的手机知道的比你多 你记不起这么多了 我过了一天 昨天的事情我就忘了 是不是 但是你手机是百分之一百的 你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真的百分之一百知道 如果他把这个资料放去AI里面 AI里面处理之后 他就基本上把你的为人清清楚楚 你将来要说什么话 做什么事情 他比你还要清楚 那么他可以影响你 他可以资料影响你 还可以驱动你做什么行为 这个才是危险的 这个才是将来的所谓战争 将来战争不是枪枪泡泡 就是mind control 怎么控制你的思维 控制你的思维 就控制你的行为 所以这个事情 现在美国做的不够 远远不够 美国的国防 一个百分比也没有花在这方面 这个才是将来的武器 将来用核武器的机会 不多的 但是mind control每天都在搞你啊 每天就黑你的机啊 收集你 透过微信 透过TikTok收集你的资料 透过瓦尾收集你的资料 然后他就处理了 处理之后他就怎么对付你了 将来虽然你现在好像很反共 一下子你可能变了亲共了 怎么办 老师那我们再聊一下就是关于 中美台这个三角关系 那现在目前来看 它就是一个三角是属于高度紧张 高度制衡的一个关系 原来呢本来想马上承认台湾的 那么现在川普总统为了选举啊 不想太刺激中共 出什么行动 所以呢就等等那个等他选完之后 再再建交吧 但是行动不断行动 就说所有的保护台湾啊 就算派军啊什么 这个行动照样做 那承认台湾的事情呢 建交的事情呢 大概是等了过了选举吧 十一月啊 那么那个时候他稳定了 他坐稳了什么都可以做 那么另外呢他就想 我们现在都在做工作 就想台湾代替中共在联合国 这个是将来 以前你想不可能 什么可能啊 这个起码大半 百分之八十的国家 都是站在中共那边的嘛 但是有了这个疫情之后 现在世界开始变化了 您要做一个企业家 可是您对中国的问题 对世界的这个局势啊 就是可以相当的了解 侃侃而谈 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很好奇 不 我对世界情况了解 是因为我做生意 我全世界都投资的 所以我对国际情况非常了解 很上层啊 什么我都认识 所以我也 我不是为了推翻共产 我一直是做生意的 但是呢 他列了这个国安法 基本上就把香港伪了嘛 啊 本来香港是一个 跟这个 跟美国一样 我们有价值观的嘛 啊 现在你一下子进来就把 等于是把 把香港变成上海了 啊 这个就是 我们要站出来嘛 我们的香港人 年轻人也好 还 我的自己的孩子也好 他们是喜欢自由的嘛 啊 怎么可能给你统治 所以我们作为男人要叫 保惠家园嘛 啊 所以我跟他对着干 就那么简单 我没有什么 伟大的理想 啊 你既然这样做的话 不但是对我们香港人 全世界都这样 嗯 都有这种感觉嘛 你当你一带一路扣大的时候 所有城市都是好像香港 最后的结果都是香港一样嘛 是不是 你看看中国地图 写多少自治区 没有一个自治嘛 全部给他搞定了嘛 我们香港也是自治嘛 也给他搞定 所以我们一定要站出来 也不是说为了什么 起码为了我们香港自己 因为我们的读者也好啊 这个观众也好啊 他其实有很多大陆的民主 他是翻墙出来看 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讲 哦 大陆有没有人翻墙出来 有很多 哎呀 有没有话要对他们讲 哎呀 这我也没有想到 不过 不过那个真的 这个他们也清楚 他如果翻墙的话 已经知道共产党有问题了 是不是啊 他已经已经老早清楚了 所以实在他们也没有什么 可以做的 只可以等等美国吧 啊 里边你也没有必要做 无谓的牺牲 啊 你也打不过他 枪刀什么都在他里面啊 宣传 没有一样不在共产党手里面 所以啊 只可以啊 如果可以 离开中国最好了 不过现在离开很难了 现在全世界五眼联盟也好 啊 接受在大陆的签证越来越难 所以离开的 有护照有签证可以离开的 尽快离开 不要留在国内啊 保护自己 这个是第一个责任 保护自己 对对对对 保护自己 留的青山寨 将来可以回去 啊 但是在里边真的是 越来越 经济是一塌糊涂 啊 所以将来 自由也一天一天减少 真的 共产党也差不多了 我估计一年内就有希望 一年内有希望 美国就是选举完了之后 如果川普应该是连任 没有问题的话呢 他就有动作 美国人也没有这么耐心 他一般的计划 都是几个月就搞定了 啊 等于登陆诺曼蒂一样 啊 等于打日本啊 太平洋战争也是 不会拖太长 拖太长他也 他的成本很贵的 他有这个力量有资源 他就几个月就把你干掉了 所以我都不担心 加入荣誉会员 和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守护十四亿中国人 获得真实资讯的权利